欢迎收听Fabric的技术课程 我是这个课程的讲师 我是Ray 那么经过上两节课的一个 对Fabric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相信大家对Fabric在 基本的一些自动化的用法上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那么这个自动化工具呢 它是比较特殊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那么我们不单单的 可以把当它作为一个 比较工具来使用 那么在把它作为一个 系统管理脚本开发工具 在这个角度来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要去面临 很多方面的配置啊 或者一些技巧上的了解 那么在今天呢 我将会给大家针对环境 这个部分呢 做一个深入的讲述 其实我们如果在熟悉Linux的使用呢 一般上大家都会知道 Linux其实Windows也是 它是有一个环境变量 那么我们和一般上的做法 会把一些配置 直接写到我们的环境变量里面 然后把这个当作一种动态的一个配置来使用 那但是Fabric作为一个针对项目的管理工具呢 所以说它可能在同一台机器上 它可能使用在不同的目录下 它有不同的这个Fabric file 来去处理处理各种各样的任务 那么问题就来了 Linux下的环境变量 一般上是全局的 并不能说我在某一个工作目录下 我就设定了这个环境变量 在其他工作目录上 又设定另一个环境变量 而且如果我们用配置文件来去取代它 这样做反而会显得有点臃肿 因为我们本身写的东西就是一个脚本化的内容 那么我们把一些基本的变量放在一个配置上 那就有点绕弯了 那Fabric在设计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也考虑到这一点 本来在它的文档里面 其实直接翻译过来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环境的变量 不过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变量 但是这个变量对象 在Fabric里面它有一个叫 Environment 有这么一个变量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呢 作为一个配置来去使用 那么在上两讲里面曾经提过一个这样的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env.host 来去设定我们的远端的这个机器的IP地址 或者用env.user来去指定我使用哪一个用户来去登录 其实同样的如果我在Fabric里面去设置我的环境变量的话 实际上我就可以在这个文件里面直接把env这个像env这个变量里面去设置 那么每一个值呢 仅在当前的Fabfile所处在的这个工作目录里面 起到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你的机器呢 有很多各不同的工作目录 而且也有很多个处理不一样项目的这个Fabfile呢 它们之间也不会冲突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呢 单独去放在一个独立的 如果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独立的放在另一个env.py的文件里面 这样来做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全局性的一个配置 这样来去使用 那么另外一个做法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全局变量 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了 我们刚才其实这样 这种做法本身也就是 在每一个函数的调用的过程里面 它也可以作为一种全局的一个上下文的一个变量 这样来去承载我们一些中间的过程性变量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Fabric的这个env的这个对象里面呢 实际上它是有很多默认值的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去在某一个方法里去重写这个默认值 就是说在其他方法 运行到其他方法 它会重新恢复这个默认值 到一个初始值的状态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Setting的对象 来去处理这个过程 那具体怎么来去使用呢 其实Settings这个是一个上下文的管理器 那么我在讲这个 以前我在这个Fabric里面 有一个很简单的任务了 就是说一个检测某一个指定目录是否存在 那么我们就可以先试一下这个指定 看它的运行效果 那么在Fabric里在命令行传参数呢 一般上我们就要打上一个冒号 然后把这个参数传进去 我就传 因为这个Tax其实是不存在的 好 我这里呢之前声明了一个host的对象 不是不是 我在这里呢调用的时候出问题了 为什么 这里 它会找我的远端 但是实际是因为我这里用的run 我们还记得吧 run是运行远端服务器下的一个指令 那当然它就会问我 要找一个connection 那我们先用本地的 我们就可以换成local 同样我们试一下 可能乍一看呢 我们会觉得我们代码是不是写错了 这里直接就出现了一个error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代码并没有错 这是Fabric在运行的时候 如果我的终端返回了一个错误的代码 这个代码号 我返回了1 那么我们就会引发一个错误 那么我们希望它因为这个指令呢 这个attacks 对这个目录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换一个它存在的目录 它不会不会返回这样的结果 如果我建立一个a有这样的目录 我这里传入a 那么它直接就显示我这个指令是完成的 但如果我说其实这个指令 我希望你只是告诉我一个warning 只是看一下有没有输出 而不要引发错误 而导致其他的这个方法调用也失败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尝试去使用一个这样的语法 我们可以withsettings 我们可以withsettings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设为true 那么我们一定要用with 用with来锁住这个setting函数返回的一个作用域 那么在这个函数内它运行 它就只能是显示一个警告 而对于其他的函数来说 它还是会回到一个one only等于force的状态 那么我们来尝试一下去运行这个test 看效果 好的 你看我们的结果 这个done是它的一个输出 就是说每个函数调用成功 它肯定会显示done 最后一个是状态嘛 在看这里是一个aborting 那就直接就取消掉了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设置改为one only的话 那么我这个其实是一个执行成功的 那么它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任务函数呢 调用失败的这么一个结果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不通过hardcode的方式 来去设这个环境变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换成另一个方式 就通过fab的mini行 带一个set的参数 你通过mini行set 然后把你的环境变量 假设我这个是password 那么环境变量 我们可以再这样去设 把这个环境变量设过去 直接再运行你的任务呢 这个效果跟在这里hardcode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时间关系 我就不一一的去尝试了 那在这些各种环境变量里面呢 实际上有很多啊 在它官方的这个表里面 我待会会给大家看 但是呢 我就把它重要的 我们都选出来做一个 因为这也是我们非常常用 一个呢是host 在我们上两节课已经经常会去使用了 就是指定这个远程的主机地址 另外一个就是user 就是登录的名称啦 那么还可以通过名文的方式去指定password 那这些都是跟远端一个登录相关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去指定一个fab file的一个改名 改名的问题 那么直接通过变量去修改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有作用 但是实际上在这里提出来 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去修改这个默认文件名 但一般上呢 我们可以通过fab file的rc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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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去设定这个工作目录 这个工作目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如果我们没有启动 这个虚拟环境的话 如果我们的fab link 直接是装在我们全球环境下 那么 fab link的工作目录就是它本身运行的那个passion路径 就是说 它就把全球路径作为工作路径 而不是说你的盘幅 当前盘幅所在路径作为工作路径 因此呢 我们要在这里去做一个设定 如果 如果我不启动虚拟环境 我就是用全局的这个fab link 来去运行 那么我们在这个fab file里面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改动一下 这个当前工作目录是什么样 否则的话 它运行起来 它的上下文呢 一直就 它的路径就一直是没有指在当前的工作目录下 那么这个one only就是我们刚才所尝试过 就是说在运行的过程里面提示的这个信息到底是出错呢 还是一个警告信息 那么最后呢 也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ssh 这个安全通信的这一类的指令 那么一个是use ssh config 我们指定一个私有的密钥 怎么在连接的时候 就通过没有密码 没有密码方式通过isa的握手方式来进行一个连接 同样呢 我们也可以明文的去指定一个key key file这样来做 那么 但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去讲ssh 因为我们后面也会去讲什么 来去配 因为加了它以后呢 我们在针对很多服务器访问的时候呢 可以省下很多不必要的去打用户名和密码这个时间 而且呢 它是密文的 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呢 不只我们这么一点 但是我刚才所提出的是比较常用的 那么大家如果对它的这个环境各个变量都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细细的去阅读这个部分 那么好了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